1975年,一架东航903号航班从美国肯尼迪机场出发,飞往墨西哥城 在飞行途中,空姐费一在厨房为乘客准备午餐的时候,遇见了一件极其故意的事情 她正准备打开烤箱加热食物,发现烤箱的玻璃门上出现了一个神秘难存 她身穿飞旋制服,脸色阴沉,面如死灰 正在用一种十分诡异的目光盯着自己 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身后其他同事的影子 可当她转过身,却发现,除了她,则是厨房里空无一人 就在飞行感到十分诧异的时候,这神秘难子却用一种幽灵般的语气低声朝她说道 小心这架飞机上的货 听完这话,飞行立刻关闭了烤箱 她以为,这神秘难子是在暗示烤箱将要发生故障 引发飞机失火 尽管内心非常惊恐,但她没有丝毫慌张 而是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了乘务长和飞行工程师 可不久后,等他们三人回到厨房 却发现烤箱门上这神秘篮子的影子已经消失了 飞行工程师随即对烤箱以及厨房里所有设备都进行了故障排查 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得知自己虚惊一场后,飞翼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刚刚那神秘难子的话,却始终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直到几十分钟以后,航班安全降落在墨西哥城机场 这才打消了她内心所有的疑虑 三天后,这趟航班按照计划从墨西哥城出发 返回肯尼迪机场 在经过飞行前所有故障排查后 飞机获准起飞 可刚刚起飞,飞机右侧的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 引发飞机失火,不过好在,当时飞机还处于爬升阶段 机长察觉到故障后,很快就对飞机进行了迫降 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件事情以后,飞翼这才意识到那神秘难子的话,隐言 于是,她很快找到机长,报告了当天在厨房里发生的一切 可听完飞翼的描述,机长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 而是随手拿出一张照片 看见这张照片,飞翼非常震惊 照片上的人,竟然正式出现在厨房里的神秘篮子 看见飞翼一脸惊讶的样子 机长低声地朝她说道 她叫唐雷波,是我最好的朋友 三年前,她在401号航班的一次直飞过程中去世了 听到这里,飞翼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原来,401号幽灵航班的传闻竟然是真的 欢迎来到奇闻路透社,大家好,我是社长 今天我们来聊聊,幽灵401号航班 1972年12月29号,也就是圣诞节前夜 东方航空401号航班正在执行这一年中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从有约回到美亚密 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是由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 L-1011型三星客机,复役时间仅四个月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一款宽体客机 尤其是它的发动机,采用了一种耳语线的抗震系统 我们都知道,声音来源于声源的震动 耳语线是当时最先进的抗震系统 所以,这架飞机的噪音响舒适度极高 也被称为耳语者号 这也让他成为了当时所有航空公司中最受欢迎的自动化商用科技之一 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机长是现年55岁的罗伯特 他在东方航空公司已经工作了整整32年 在他此前的飞行生涯中 已经累计了长达297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其中,驾驶这架L-1011型飞机也已经长达280个小时 他的资历在东方航空公司4000多名飞行员中排名第50位 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飞行员 他的副驾驶飞行员是阿尔伯特 这一年39岁 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了58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有306个小时是在这架飞机上直飞的 所以,他是整个机组成员中对这架飞机最熟悉的飞行员 唐拉德是紫斯航班的飞行工程师 这一年51岁 他和机长罗伯特已经是一起直飞多年的老搭档 他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每次直飞前 他都会在机长和副驾驶登机之前尽早登机 然后,对飞机上的所有设备再进行最后一次检查 他的这种尽职尽业的工作态度 让行业里很多飞去员都对他赞赏有加 并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而且,丰富的工作精力也让他累积了157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在这架飞机上直飞了53个小时 除此之外 在驾驶舱里还有另外一名 名叫沃伦的飞行员 和一位维修专家安吉洛 他们是东方航空公司的员工 刚刚执行完飞行任务 搭便车返回麦阿密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除了驾驶舱里的五名机组成员以外 此次航班还搭载了163名乘客 以及10名空乘人员 飞机上一共178人 晚上9点左右 所有机组成员和空乘人员已经全部登机 为此次飞行做着最后的准备 9点20分 塔台传了消息 401号航班按计划起飞 随后 机组成员驾驶飞机进入跑道 短短几分钟内 401号航班顺利失控 按照飞行惯例 在飞行过程中 由机长和副驾驶飞行员两人交替飞行 其中 一名飞行员主飞 另一名飞行员协助 所以 起飞后不久 机长罗伯特就将驾驶飞机的任务 交给了副驾驶飞行员约翰 自己则主要负责飞行过程中无线电的操作 而飞行工程师唐拉德 坐在约翰身后 协助二人驾驶 而驾驶舱内另外两人 飞行员特里 因为前面一天刚刚执行完飞行任务 所以 此时他已经离开驾驶舱 来到了头顿舱的一个空座上 开始享受自己的休假时光 另外一名维修工程师安吉洛 则是被机长罗伯特要求 继续留在驾驶舱里 因为他是这架L港1011 新型飞机的维修专家 在飞行过程中 如果发生意外 他能第一时间协助排除故障 这一天天气很好 飞机离开纽约上空后 约翰将飞机调升至自动飞行模式 并且调低了机舱内的灯光 让所有人能更好的欣赏 外面这遍布繁星的夜空 来度过一场短暂而美好的旅程 就这样 飞行一切顺利 401号航班很快就抵达了迈阿密上空 距离此次飞行的目的地 迈阿密国际机场已经越来越近 迈阿密国际机场9号跑道 一共有三条平行跑道 分别是929C9L 按照计划 401号航班将降落在9号中央跑道 晚上11点19分 驾驶舱内的无线店里 传来了迈阿密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声音 管制员要求401号航班准备临时更换跑道 理由是 十分钟前 国家航空607号航班在降落时发生故障 导致他们原计划降落的9号中央跑道 被临时占用 临时更换跑道 这对于401号航班的接触人员来说 算不上什么突发情况 因为在他们此前的飞行生涯中 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 所以问题不大 机长罗伯特通过无线店恢复 401号航班已经随时准备更换跑道 请求塔台重新分配 果然 不一会儿 地面塔台的指令就再一次传来 他们被重新分配到9号左侧跑道降落 晚上11点30分 机长罗伯特利用无线店与9号左侧跑道取得联系 按照惯例 双方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 机长罗伯特便向塔台做出了降落请求 果然 很快塔台下达指令 东航自令一一切正常允许降落 得到降落许款后 约翰随即将飞机从自动驾驶模式调回到手动驾驶 机长罗伯特则利用无线店与对面塔台进行降落线最后的确认程序 401号航班开始降落 晚上11点32分 驾驶舱内副驾驶飞行员约翰正在操纵操纵杆降落飞机 机长罗伯特正在向客舱内的乘客做降落通知 他还顺便通报了当地的天气情况 就在测试 位于机长身后的安杰洛 从座位向侧窗望去 他发现 飞机正在穿过迈阿密机长引息的帕尔梅托高速公路上空 他们正在自袭而动 朝地面飞速下降 可就在这时 他预示了一个问题 此时位于飞机操纵台上的前起落架指示灯并未了解 作为飞机维修专家 他非常清楚 这起落架指示灯显示为绿灯 才表示前起落架已经正确锁定放下的位置 而现在的指示灯未亮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起落架没有正确打开 要么是指示灯灯泡损坏 但是他现在还无法确定 到底是这其中的哪种情况 他随即将这个问题反馈给了驾驶舱的其他三人 事发突然 情况紧急 他们非常清楚 只要少有不慎 那么就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击毁人亡 但尽管如此 这四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此时并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慌张 机长罗伯特紧急决定 尝试重新放下几楼架 但仍然不见指楼灯亮起 就在这时 驾驶舱内的危险暴警声 突然射击声 所以这里 是危险电视 塔台讯了声 东航401 这里是塔台 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 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驾驶舱内 各种危险暴警声给掩盖了 这急促的暴警声 让正在驾驶飞机的约翰意识到 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已经非常近了 紧急之下 他朝一旁的机长大声说道 该死了 我得把他抬起来 与此同时 机舱内其他两人 仍然在排查指示灯的故障原因 机长罗伯特明白 此时他们必须立刻停止降落 爬升至安全的高度盘旋 为故障排查 争取时间 晚上11点34分 罗伯特对着无线电说道 塔台 这里是东航401 看来我们得绕圈了 我们的前起罗驾指示灯 始终没有亮起 我们得花费一些时间 来排除故障 果然 塔台很快就统一了 罗伯特的寻求 并要求他们爬升至 2000英尺的高度 然后掉头向西 在一片大沼泽地上空盘旋 得到指令后 约翰驾驶飞机开始掉头 晚上11点35分 401号航班 爬升至指令高度 2000英尺 50秒后 飞机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 西侧的一片大沼泽地上空 就在此时 机长罗伯特指示 将飞机置于自动驾驶模式 保持水平飞行 副驾驶飞行员 约翰一人照做了 接下来 他们必须尽快排查 故障原因 在随后80秒内 机长罗伯特向地面塔台 汇报了当前的情况 而约翰和安吉洛两人 尝试从仪表盘上 取下前起罗驾指示灯 检查是否因为灯泡损坏 导致指示灯不亮 与此同时 飞行工程师唐拉德 打开了飞行甲板下面的 航空电子设备舱 里面有一个光学瞄准装置 可以观察起罗架 是否已经打开 然而 驾驶舱内的四名机组人员 此时毫无察觉 在这短短的几十秒内 飞机的高度 已经下降了足足100英尺 晚上11点38分 约翰才确定了此次故障的原因 他发现指示灯灯泡损坏 意味着很可能之前起罗驾 已经正确下放 但由于指示灯灯泡故障 指示灯才未正常亮起 净缓初步确定了故障原因 但为了安全起见 机长罗伯特决定 还是要等唐拉德从设备舱里 亲眼确认这起罗驾是否打开 才能下最终的结论 与此同时 维修专家安吉罗表示 在维修舱内有备用灯泡 他随即准备前往维修舱 可就在这时 唐拉德从飞行舱里爬了上来 他说 此时外面一片漆黑 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根本无法确定 齐罗驾是否已经打开 惊奇之下 罗伯特只能要求唐拉德 再次返回设备舱 自己想办法 为他提供一点光源 可就在此时 驾驶舱里 突然又响起了 震耳游楼的危险暴警声 随之而来的是 约翰的大声呼喊 我们对海拔重生 我们现在还在2000英尺高度 嘿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仅仅16分以下 一声巨烈爆炸声 响彻天下 与此同时 地面塔台的雷达监测屏幕上 401号航班的目标 突然丢失 管制员意识到情况不对 尝试通过无线电联系他们 401号航班 这里是塔台 你们发生了什么 雷达信号中断 你们现在高度是多少 东航401 东航401 管制员对着无线电 重复了好几遍 却始终没有答案 经过短暂的成绩号 晚上11点43分 无线电里传来了噩耗 迈阿密塔 这里是国家611 我们刚刚看到 在你西边不远处 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我想你应该知道 与此同时 一位名叫罗布特·马奎斯的人 和自己一位朋友 两人带着头灯 驾驶气体 自袭向东 穿梭在 迈阿密国际机场 西北偏西 距离9号跑到尽头 大约30公里的地方 这里 是一片被水扫覆盖的沼泽地 他们正在捕捉牛蛙 晚上11点40左右 马奎斯和他的朋友 行驶到了距离 迈阿密机场不远的区域 此时 他们已经捕获了 大约30磅的牛蛙 但 这与他们今晚的目标 还相差甚远 于是 他们决定调转船头 向北继续行进 可就在这时 马奎斯突然注意到 此时天空上 有一架大型 喷气式客机 正在自动向西飞行 朝他们所在的这片区域 迎面而来 距离他们很近 但奇怪的是 他却并没有听见 飞机马达的轰鸣声 只是影远看见 极易末端的闪光灯 在一闪一闪地飞速下降 马奎斯非常清楚 这显然不是一次正常的飞机降落 而是一次飞行事故 果然 几秒钟后 他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撞向地面 随之一声巨响过后 无数橙色光芒四散而开 发生爆炸的正式东航 40号航班 最先触地的是飞机的左翼 然后是左发动机和左起落架 在地面留下了三条 宽1.5米 长30米的巨型划痕 机身主体在移动过程中完全解体 方圆500米的范围内 到处散漏着机身残骸 金属碎片 机舱配件和乘客座椅 情况紧急 马奎斯二人随即驾驶气体 朝发生爆炸的地方赶去 与此同时 驻扎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 也随即出发赶往了事故现场 在他们的营地门口 写着这样一句标语 世界上最繁忙的空海救援部队 事实的确如此 在401号航班 从迈阿密机场雷达屏幕上 消失仅仅两分钟后 他们营地就响起了救援警报声 晚上11点50分 救援部队从警卫直升机上 空降抵达了事故现场 此时周围一片狼藉 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 预览着尸体 整个区域到处都是 倾存者的哭喊声 除此之外 还充斥着一股 爆炸过后 物体被烧焦的气味 救援部队随即展开了救援 与此同时 先一步赶到的马奎斯 正在协助救援倾存者 爆炸后 飞机上的燃油溢出 导致残骸上 到处都在燃烧 此时他的脸 手臂 还有腿 都被这些雨火烧伤了 事后 他也被国家授予了 气体英雄的称号 最终 根据统计 本次事故造成103人死亡 其中驾驶舱 四名机组成员 除了维修专家 安吉洛以外 机长罗伯特 副驾驶飞行员约翰 飞行工程师 唐拉德三人 全部遇览 其余75人 西面遇览 但 大部分都遭受了重伤 因此 这场空难也成为了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宽体科技事故 事发后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针对本次空难事故 调查发现 401号航班 抵达沼泽地上空后不久 机长罗伯特就让副驾驶飞行员约翰 将飞机治愈了自动驾驶模式 但 仅仅80秒后 飞机的自动驾驶仪 无意中从高度保持模式 切换到了控制轮转向模式 这是一个介于全自动飞行和手动飞行之间的选项 在这个模式下 飞行员一旦释放了操纵杆 自动驾驶仪 将使飞机自动保持 抚养的姿态 调查人员认为 当时正式机长罗伯特 命令飞行工程师唐拉德 再次进入设备舱的事件 很可能是因为 他转身与唐拉德交谈的时候 不小心靠在了操纵杆上 导致飞机自动驾驶 切换了模式 操纵杆上轻微向前的压力 导致飞机进入了缓慢下降的状态 而此时 驾驶舱里的机组人员 被前起落下了指示灯故障 分散了注意力 没有人监控飞行仪表 最终导致坠毁 但事后 也有人认为 作为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机长 罗伯特根本不会犯误触 这种低级错误 而事故的原因 是因为一颗肿瘤 因为在事件期间 法医在罗伯特大脑控制势力的区域 发现了一个老肿瘤 事发当时 很可能是因为这颗肿瘤 造成了机长势力伤害 不过 最后的结论是 这个肿瘤 并没有引发这次事故 此次空难发生以后 许多航空公司 都开始注重 起飞行员的 机组资源管理培训 但 东方航空公司的管理层 却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经济力上 此次逝世的401号航班上 有许多电子设备 和厨房设施 都完好无损 有传闻称 东方航空公司将这些设备 打捞起来 返回了制造厂 随后 在其他同型号飞机上 重新使用 而我们影片开头提到的 东航903号航班 厨房里的烤箱 正是来自 这架已经实施的 东航401号航班 于是 一个有关于401号航班 幽灵的故事 逐渐流传看来 在接下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时间里 东方航空的空乘人员 和飞行员 在乘坐其他飞机时 时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其中 他们感觉到身边 有无形的人存在 飞机上 厨房和休息格件里 有一种莫名的阴森寒冷 不久后 他们称 在这里看到了 前同事的鬼魂 唐纳德和罗伯特 工程人员称 他们的影子经常出现在 厨房的橱柜门上 飞行员也经常出现在 驾驶舱里的电脑屏幕上 有一次 一家从亚特兰大 飞往迈阿密的航班 在飞行前 飞行工程师正在对飞机 做最后的检查 这时 唐纳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并告诉他 在他登机之前 自己已经做了飞行前检查 在飞行过程中 机组人员听到 航空电子设备舱里 传来了敲击声 便打开舱门查看 发现 唐纳德正在抬头看着他们 与此同时 一些乘客还称 自己和飞行工程师 唐纳德有过对话 他看起来非常友好 并且 他还和自己谈论了一些 飞机的技术问题 但 他并没有停留太久 只说了几句 便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总共发生了 二十多几这样的优劣事件 包括东方航空的机组人员 和工程人员在来 越来越多的人报告称 看到了死去的401号航班 机组人员的幽灵 1973年 美国飞行安全基金会的实时通讯上 甚至公开发表了多次幽灵目击事件 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 东方航空删除了 所有有关幽灵目击的记录 甚至以解雇来威胁 那些流传幽灵目击传闻的员工 1997年 东方航空公司公安代表 吉姆 在接受《棕女滩邮报》采访时表示 这个鬼故事从来不是编造的 也不是隐瞒航空公司飞行日志 和勒索目击者的 可在如今看来 幽灵航班的传闻是真是假 虽然至今都没有定了 但401号航班坠毁 这一段伤痛的历史 总是记忆犹新的 这是航空历史上 永远无法忘却的噩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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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